畫面上小貨車速度不慢 直接左轉 但似乎沒有放慢速度 接著轉彎幅度太大 直接撞上對向等紅綠燈的車輛 才停下來 被撞轎車 引擎蓋被撞毀 保險桿都快掉下來 不管怎麼問 教室的誠信駕駛似乎都還沒回神 而招撞車輛 車上的人也受到不小驚嚇 就媽媽可能腳有受傷 然後有一個嬰兒可能嚇到 嬰兒 有嬰兒 那嬰兒會怎樣 應該是有受到驚嚇 事發在吉隆中正區 純信男子當時開著小貨車 從關海街左轉調和街 疑是因為路況不熟 偏離了車道還煞車不急 先撞上小客車 再插撞旁邊的車輛 總共有兩輛轎車遭到波及 爆停喔 其中小轎車上四個人 車上的嬰兒和媽媽都受到驚嚇 而駕駛母親手腳受到波及 還有送醫救治都沒有生命危險 破爆、調和街與關海街口發生交通事故 道場瞭解為 陳姓男子駕駛自小貨車 左轉時疑因路況不熟 過彎時煞車不急而撞向對向停等 紅燈的自小客車及飲小客車 其中飲小客車駕駛及三名乘客均受傷送醫治療 陳姓男子呼氣酒測值無酒精反應 詳細造勢原因帶進一步釐清 警方事後對駕駛進行酒測 確定沒有酒駕 造勢原因還有帶警方調查 只是再看一次驚險畫面 真的會讓人嚇破膽